我们都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航天大国,实力是非常强的,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进行太空研究了,所以他们在航天这方面积累下来的技术是很强的。 2018年4月份的时候,美航天部门又在佛罗里达州的航天发射场,把一个探索火星的航天器送上了太空,但是大家有所不知,这次发射居然是用的是俄式发动机,那为什么美国的火箭要用俄国的发动机呢? 这次发射的火箭型号为宇宙5,它推力强劲,发射性能也很稳定,不容易出故障,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发射能力,它的发动机起了很大的作用,其搭载的是RD-180火箭发动机,是俄国在自己用的170发动机基础上改进出来的版本,具有双燃烧式和双喷嘴的特征,还采用了共享物轮泵来提升火箭发射时候的分离成功率, 这样强大的配置让这款发动机极有强劲的推力,又有很稳定的可靠性,在这款火箭上有这样一款发动机,它的性能自然就变得强大了,再加上它还配备了由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生产的固体推进器,这些配置也确保它可以顺利的把火箭顺利送入太空,美国虽然有自己的火箭发动机,但由于近些年来国会不断的削减航天部门的预算,所以他们的航天部只能用便宜的俄式发动机了, 要知道这款发动机只有1000万美元,同时由于这种发动机具有大推力和稳定性,也让美航天部门非常的看重,而作为俄国方面来说,97年正是他们国内经济困顿的时候,无奈之下只好与美国签署协议,承诺供应这款发动机直到去年,这就是美火箭会出现俄式发动机的原因。